然後我就很自動的坐下來開始聊天 然後他們是三個英國人 兩個是香港他們也是一個組織 然後過來這裡服務 然後我記得那個男生 四個男生是來這裡十八店蓋房子 就是從沒有東西到蓋房子 然後我們今天就 我就自己很 就跟Richard說我想要把他們帶去 然後他們也OK 我們就跟著走 然後結果今天他們其實還蠻新鮮的一個感覺 然後你們可以就是 多多在這邊認識新朋友 還蠻好玩的 這裡 對這裡有很多 它是 吃飯 它是從我們現對面 喔 在二樓裡面吃飯的時候 你算是慶生 我們去幫人家慶生 借餐廳的時候遇到的 然後他們剛才吃晚餐 然後就是因為這樣子就開始講起來 因為這種魚館很多背包客 因為它是那個 農民本能點都沒有介紹 所以很多背包客 是助理人的背包客都在這邊 然後大家在交流 都是在吃飯的時候 吃飯都是在吃飯的餐 所以你們在餐廳很容易遇到 就可以看到各式各樣膚色的 就可以一較後來全部搭散一下 之類的 那個搭房子的那個志工 在國際上也有 台灣當然是有 對國內的 但出國在台灣還沒有 那上次就有人也問過我 這個其實可以跟他很多 就是在那邊學什麼 來這裡就真的有應用到 因為像蓋房子 我們有的是化工的 然後蓋水池 蓋什麼 因為我們有跟他聊天 然後他們就是都是學以致用 就是 就是所學的 把所學都拿 而且他們才十九到二十歲左右 對 我那種比較是 internship 比較是 學校有一些 就是單位出面比較 他們是高中升大學 升大學那一年會有點空下來 然後讓你去工作 或者是去旅遊 剛剛問啊 因為來了五個禮拜 對對 長期 那個要長期一點 七月到八月底 然後他們今天 男生是往 加爾格達 女生往私立來看 所以希望我們可以遇到 三種國的人 因為第一團是一種 我們是兩種 我們可以遇到三種